接下來呢 這一個作品是經典 一定要用經典來形容它 為什麼呢 因為在 不是每個人小時候 我小時候 我們家裡有一套 我們每個人很喜歡 這部作品呢 是 Bishojo Senshi Sella Moon 的系列作 的第四部 大家如果還背得 我不知道大家還背得出來 那個系列 第四部呢 這一部的台頭呢 叫做 Supas 寫作SS 這個第四個作品呢 其實它已經把主角呢 從 月野兔呢 把它換成我們就是小阿兔 我們以他的故事為主 講的是呢 小阿兔 跟 艾利歐斯之間的一個故事喔 而最有趣的就是呢 今天呢 要登場的這個角色 第十六組的參賽者 雨流 跟黑琪琴呢 他們要敗影的是在SS當中 原本是敵人的 亞馬遜四重奏 後來當然當大造版就洗白了 成為了就是首部小阿兔的水手四重奏 可是 在這個時候還是個敵人 分別是 セレセレ以及 帕拉帕拉 セレセレ是這個 亞馬遜四重奏當中 黃色的那個 花的魔法師 而帕拉帕拉呢 是四重奏當中的淡藍色 色調淡藍色 很喜歡玩球的 一個角色 接下來呢 就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來歡迎 第十六組的參賽者 與劉維琦 黑琪琦琴他們的作品 美少女選手 西藍軍 小愉快 高尚 高尚 高尾 高尤 高尾 《頭肩腑》节目 啊! 《魯曲》 男子 男子 作詞・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 作詞・作曲 初音ミ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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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夏季新班要重置